粉丝留言 小胡哥 前几天刚刚把丰田卡罗拉卖了 想在美系福特车或者德系大众车里面选择 请问福特和大众该如何选择 一个月会跑几次小高速长途 谢谢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们 福特和大众如果让你重新选这一次 你会选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你以前开日系车 如果你换德系大众车 你会认为比以前的日系卡罗拉好太多 那么当你开完德系大众车 再去体验一下美系福特车 会让你觉得比德系大众车还要好很多 而且差距很大一目了然 不是一心半点 大家都知道德系大众车底盘扎实感 支出性已经非常优秀了 还有动力上也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福特车无论是拭带步还是跑高速长途 底盘的扎实感紧致感还有厚重感 要比大众德系车还要好 而且动力也要更好 大众车发动机八四公里之前加速比福特快 但一旦过了一百公里以后再加速 福特车的发动机后劲 要比大众发动机更有足一些 更有后劲 因为福特发动机采用的是大贯量的一个涡轮 德系同级别几乎都是小贯量的一个涡轮 若是从单从跑高速长途而言 每系车那是老大 底盘就像贴着地面一样 非常的稳 安静叙述更高 那正好符合你一个月跑几时小高速长途的要求 当然法系车高速表现也不错 福特的ECOBOTS的2.0T发动机 只需要加92号汽油即可 像林肯旗下的航海家呀 林肯J冒行家都是这款发动机 而德系大众2.0T沃轮加发动机 你必须要加90号汽油才行 并且福特发动机功率数大了 后期的稳定性 它不会像大众EA888 2.0T发动机 后期功率数大了 因为油气分离器的原因会导致烧和漏的问题 所以说福特发动机后期的稳定性要比大众的发动机稳定性要好 所以说我强烈推荐买你还是选择福特车 虽然现在销量不如大众车 但绝对不是因为产品力不行 是因为福特汽车这几年外观造型不符合主流 太年轻化太时尚了 缺少一些稳重感导致销量下滑 如果单说发动机变重型底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包括车身安全上都要比大众车好太多了 知道吗 它的发动机变重型8AT还是很不错的 知道吗 要比呃大众的七档四双内核更加优秀一些 知道吗 有人说每些车油耗高 那人家加9270欧 高又高不了多少 那你开起来更有劲 底盘扎转直线更好 你怎么不说呢 是不是 高能高多少 高一个油耗半个油耗 人家92不一样吗 是不是 当你一个车的开个五七六年以后 一个发动机变重型的稳定性 它是最重要的 开的就是一个发动机变重型 你还要啥呀 是不是 你还天天出去飙车吗 对不对 所以说按你的需求要求 我认为辅设车更符合你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